所以第一階段這邊有等於這個 F2 F前面要加前五號 大於等於2010 這個OK 再來加上Right 然後最後的話再加上兩個 因為它是要針對什麼 針對那個 這個什麼 輸入編號 輸入編號好像在D欄吧 所以你就在D欄的地方 D這個地方 然後呢 用LAPT 去取得什麼 前面兩個字 如果兩個字的話是23 或者是2324的話 那就 幫我 把那個資料找出來 所以呢 特別注意最後的話一樣 我們就是 把這個範圍一樣 Ctrl、Shift、向右、向下 選起來 然後設定格式化條件 管理規則就好了 管理規則把它編輯一下 剛剛的話已經做到第二階段了 最後這個階段最難 也就是第三個 所以第三個條件的話 請你直接的 在這個地方 後刮弧的前面 再多一個斗點 一個斗點 等於是 一個條件 那這個條件的話 當然呢 會有兩個 也就是什麼呢 這個 這個書墨編號的前兩個字 那 書墨編號的前兩個字的話 你用LAPT L EFT 前刮弧 然後 先點一下D2好了 或者你直接打D2也可以 然後記得喔 把 2的前面的那個 這個什麼 錢的話拿掉 然後 然後根據什麼呢 根據這個D2的前兩個斗點2的意思 後刮弧再加一下 如果呢 取得的資料等於什麼呢 等於23的話 加一個23 這邊 記得點23 貨24 貨的話呢 當然有兩個 所以貨的話 記得喔 你再把這個公式喔 不過這個特別特別小心喔 這個後刮弧 可能要再補一個 因為後刮弧 前面 AND有一個前刮弧 後面要有後刮弧 LAPT打完之後的話 記得這個是前刮弧 LAPT的前刮弧 那這個的話 是LAPT的後刮弧 那接下來呢 你就再把這個公式怎麼樣 再把它複製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他要兩個 一個是23 一個是24 那所以其實你可以把這個公式複製之後的話 再改成24就好了 所以呢把這個LAPT 刮弧 D2 豆點2 就是他前 這個的兩個字 如果是23的話 然後複製 再接下來呢 請你在這個LAPT的前面 不過他這個有點麻煩 如果你移動他 他會自己 幫你再加一些 所以記得用點的 我覺得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編輯真的很 很容易做錯 然後呢 在LAPT的前面加一個AND AND是怎樣 我更正一下 應該是偶爾 偶爾 或 也就是說呢 23 或 24的話 那你就是偶爾 LAPT 然後呢 在後面的後刮弧 有兩個嘛 中間的地方點一下 豆點 第二個條件就是 24 所以貼上 然後把貼上的這個什麼 改成什麼 24就可以 那記得喔 最後呢 還要再加一個後刮弧 因為這個後刮弧是 偶爾的後刮弧 所以理論上應該會有三個後刮弧 少一個都不行 這個應該OK的 我們來確定一下 如果OK的話呢 按確定 他會跟你講說公式 那當然如果假設你這邊做錯 我習慣這樣乾脆把它複製好了 複製然後呢 你可以把它貼到個編輯器 上面 我把它貼先貼在這裡好了 看一下我這邊到底哪裡做錯 或者如果你做錯的話 你可以跟我 雲端上面的公式 比對一下 你就可以知道哪裡有錯了 有沒有 等於 後刮弧多一個 對後刮弧多一個 OK 所以應該是這個後刮弧多一個 那所以喔 我剛剛應該是偶爾 有沒有 這個 偶爾的話呢 是這個 對應到的應該是 不對我看一下 對對應該多一個後刮弧 所以應該後刮弧多一個 把後刮弧多一個拿掉 應該就OK的 其他應該沒問題 有沒有 這實在很麻煩 好 那所以呢 我把這個地方 再把這個後刮弧拿掉看看 所以如果假設你一做錯 你其實是可以 可以把那個 把公式先貼到那個 雲端上面 跟我的這個程式 這個公式 比對一下 就可以知道問題出在哪裡 好 那再按確定 看一下 看哪邊有錯 我可以把那個的公式 搭��� 那是